三十四名報 跨境聯網出台支援基金回應 2015年7月10日經濟 因應已推出的中港基金回應 金管局昨日宣布,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 的投資基金平台推出與內地的跨境聯網 提高指令傳遞及交收支持 這項新的CMU聯網將於由跨境基金買賣時開始運作 經CMU傳送交易指令此新系統市金管局與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及新交易 在現時金融基建上共同建立的 身為成員的香港基金分銷商 過戶代理及基金公司均可使用此CMU跨境聯網服務 以處理與基金匯應相關的營購 屬回及轉換指令 並與內地交易方進行有關的現金交收 而內地的基金業界則可透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或深圳證券通訊公司 經CMU向其香港交易方傳送指令 金管局表示 相信推出CMU跨境聯網有助減低操作的風險 精簡運作流程 讓兩地市場人士以根據成本效益的方法 進行基金匯應安排交易 根據中證監的規定 基金匯應的交收安排會遵循屬地原則 在香港銷售的內地基金 銷售截止時間為下午三時 在內地銷售的香港基金 銷售截止時間則為下午四時 兩地分銷售接收投資者訂單時應該嚴格看照截止時間要求 順利高地消費 順利高地上 總共有進行基金 順利高地上